新冠疫情确诊个案居高不下 花莲县政府求好奇到18号 除了花莲市和捷案乡 医疗资源充足不开设施打站 其他13个乡镇都会安排 新冠疫苗的巡回设站 会有医事人员进驻各个乡镇村里活动中心 来鼓励民众踊跃施打提升自我防护力 新冠疫情确诊个案数依旧居高不下 为鼓励民众施打也方便民众施打 花莲县府集一起至18日 安排新冠疫苗巡回设站 除了花莲市和吉安乡 因为医疗资源较充足不开设 其余11乡镇将从北往南巡回为乡亲服务 我想我们非常感谢我们13乡镇卫生所 他们决定要去帮乡亲打疫苗 这个部分在现场的指示之下 我们全力地来完成为乡亲做最好的服务 凤林镇在每一个里 在每一个里 在长桥里 凤信里 林龙里 南平 凤礼 凤仁 这些每一个地方都有设 不是都是在活动中心较多 所以希望我们的乡亲能够都走出来去打疫苗 最早是从5月9号开始 最晚是在5月18号 那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公告在我们的华林县卫生局 以及我们县府的网站上 那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去查询 9日起到18日 会有医事人员进驻11乡镇各村里活动中心 卫生室 教会文件站或村里长家中设站施打 时间和地点都将公告在卫生局和华林县博网站 呼吁民众主动到住家附近接总站施打疫苗 以提升自我保护力 记者长方眼 华林市报导